你遇到过那种气场特别强大的人吗 就像马云那样的 虽然个子也不高 块也不大 长得还有点像外星人 但就是能给你一种满满的压迫感 叫什么 身高一米六 气场两米八 难怪很多人叫他马爸爸嘛 这种人叫什么 这就叫气场强大 他哪怕是什么都不说 就是笑容可居 云淡风轻 依然给你一种心理压迫 你跟他面对面就是手足无措 说实话 你跟这种人打交道 还没开始 你心理上就已经落了下风 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强大的气场 我们普通人 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气场呢 先点赞收藏 看完这条视频 你就知道如何让自己 散发出那种强大的气场 注意啊 这个气场可不是装出来的 你像那些小鲜肉啊 十八线小明星 一出场 一大群保安手拉手保护着 那个不叫气场 顶多就是笑场 气场分三种 第一种信念气场 你看马云当年在湖畔别墅创业的时候 要什么没什么 他跟大家说我们将来会成为最大的购物平台 让天下没有难度的生意 但是我现在没钱 你们得先借给我钱 然后我给你们发工资 那些员工什么十八罗汉等等等等啊 大家还都相信他 就没钱还相信 为什么 因为就是马云的强大的气场 征服人心啊 这个气场哪来的 就是马云的强大的信念 还有软银的孙正义 闭关五年 把什么东西都想明白了 然后开始创业 只知道俩员工 然后跟员工说 我会成为首富 那员工还就相信了 为什么 也是他那种射人心魄的强大气场 这个气场的根源在哪里 也是强大的信念 所以你想提升自己的气场 首先就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强大的信念 坚定不移的信念 第二是实力气场 有实力的人不一定有气场 但是气场强大的人一定是有实力的 比方说这个财富实力啊 俗话说钱是人的胆啊 如果你卡里也有几千万上亿 你也有底气 你也有气场 再比如说知识实力 专业实力 你满脑子是知识 肚子里有祸 谈到自己擅长的专业 擅长的领域 肚子里东西哗啦啦往外倒啊 就像是一个医生 脱了白大褂 他跟普通人没两样 也谈不到什么气场 但是一劈上的白大褂 气场就来了 不管你是谁 都得乖乖的 小心翼翼的听我说话 为什么 因为人家懂 你不懂啊 这叫什么 这就是专业领域的气场 你进入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 你就立马被他的专业 被他满肚子的知识 征服了 所以要提升你的气场 甭管是哪个领域 首先你得增加自己的实力 第三就是经理气场 你看那些历经沧桑的人啊 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处编不惊 说什么都轻描淡写的 为什么 因为见得多了 什么事在他眼里都不叫事 别人面对困境的时候 有可能是失魂落魄 惊慌失措 但是他们遇到任何事情波澜不及 你就会感觉到他强大的气场 你要问他说 为什么 他一定会告诉你 我以前遇到的困难 遇到事多了 眼前这点事算什么呀 不是他们心胸大 不是他们天生的 而是他经历的多 有句话说的好 这个心胸 他就是被经历称大的 所以一定要去多经历 不能遇到什么问题就回避 或者一遇到什么问题 就寻求别人的帮助 你经历过挫折和风浪 遇到问题才能游刃有余 然后你的气场也就有了 我经常就跟小朋友们说 不要计较工作做多做少 你做的多 你就得到多 经历就是财富 经历的越多 你自己的价值就越高 你的气场就越强 曾经有个小朋友 跟着我做策划 后来跳槽去其他公司 做了企划总监 他自己就说 说现在更有底气了 原来我只是会做平面广告 现在我什么视频脚本 电视脚本 我全会写了 分析产品也都会 所以他跳槽面试的时候 商品思路 整体的营销模式 企划的思路 视频的思路 侃侃而谈 他那个气场 一下就hold住了 在场的老板和公司的高管 轻轻松松担刚了企划总监 那个收入提升了十倍不止 所以气场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拿钱堆出来的 不是衣服包装出来的 更不是装腔做事 能装出来的 它是骨子里心里的东西 是信念 实力和精力 关注我 我会在这里持续分享 有用的知识经验和案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